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28号 张医师线上直播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原始点与其临床应用 张医师会讲解很多实作的经验给我们 张医师那我们就开始 好 那我们就先就食物部分开始吧 2021年11月28日 直作教学 脚底外伤 肿胀 10月11日 被摔破的碗 割伤脚底 血流如注 2021年10月11日 被摔破的碗 割伤 拒绝家人 送急诊 打破伤风 缝合 自己用原始点处理 第二天 用姜汁清窗盆姜粉 事发当天 2021年10月12日 一早 用姜汁清窗盆姜粉 第三天 清窗后涂上姜粉泥 2021年10月20日 清窗盆 2021年10月13日 清窗后涂上姜粉泥 10月20日 一早清窗后 10月28日 十一 十一月十号 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用姜汤清洗 伤口后 泡上姜泥及姜粉 患者以为 伤口中间愈合 但11月13日发现 清窗时 棉花棒有异味 脚被肿胀 又痒 11月14日 脚肿胀 起水泡 发炎 伤口范围明显扩大 11月20日 到基金会求助 在职工协助下 患者才知道 伤口处理方法已经更新 伤口时不移服姜粉或涂姜泥 要用浓姜汤清洗后 用电热器温服 期间如有组织液或血水 都要清洗擦拭干净 11月20日 处理后 消肿止痒 脚底外伤肿胀 食物操作 拧天 本来没有在抹的时候 所以有组织液不管就是 一样用这样子擦干它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像那个乳癌爆开 乳癌爆开也是一样 一方面清窗 一方面也温敷 就是浆的热进去这样 是 那是这样 伤口就是都这样子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现在都是用浆烤 那像这样子他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变成脚面也肿 不是 痒很痒 超级痒的 因为它结痂都会痒 结痂起来都会痒 那我抹这个应该也会比较舒缓 对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是肌炎吗 不是 一样 一样 就踩下去 这里比较严重 其实两个伤口 就刮到了是 刮破了是 就它摔破在地上 我转个身 怕小孩子踩到 结果我自己踩到 噢 吹乾也可以 那就是病人說這個可能我就是用薑粉去把它煮塞裡面 就是它一直在發炎就對了 薑粉會煮塞 所以它煮自癒會流不出來 所以它熬得比較慢 雖然你有熱能給它 但是它塞住 它還有熱膚 熱膚 腳面 那你擦完之後家裡有這個 對 對啊 請老師補充說明 好 這是一位就是主體外傷的患者 那他之前因為有看過原始點 他就照著影片 但他看到的影片都是早期的 所以他開始用薑湯清洗後 就整個薑粉泥完全把傷口 抹在傷口上 那經過這樣一個月也沒有消 然後竹背也腫起來 他才感覺應該 應該有一些問題 所以就來基金會 那一天我們的志工就告訴他 你們也看到影片了 就是現在都很清楚 只要有傷口 就要用龍江湯清洗 清洗 清洗 创口後 還要保持乾爽透氣 那它整個包起來 或是整個塗薑粉泥不透氣 是不對的 而且它很快結痂之後 就組織也流不出來 會反復癢 甚至腫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志工有告訴他 將來一定不能再塗薑粉泥 那接著就除了剛剛看到的 還有溫膚用遠紅外線照射以外 那還有幫他按推竹背部的原始點 那按完之後 他的竹背就比較消了 立刻就緩解下來 而且速度還蠻快的 所以從這個患者我們也知道 現在最新很多資料 都已經有講 但很多因為外面很多人都還不了解 會去尋找我們舊遊的影片 那舊遊的影片早期還有塗薑粉泥 那這些應該都不適宜了 所以也請大家能夠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一再提請 就是想看案例的人 最好不要看舊遊的 然後最好也 如果要處理看看最新的一些資料 這樣才不會做了 怎麼會出現問題 那這個患者也讓我們了解 你看那個他的足底癢 他的大開關 足底腫脹跟痛 破癢 那這些很明顯 還有竹背腫 那跟我們的腳踝有沒有關 絕對有關 所以這一個 他腳踝大開關 都有幫他按推 所以大家也看到 那還有按推完 他竹背還是腫 竹背腫 所以還有他竹底也傷到 那志工再進一步再幫他按 除了腳踝的大開關 除了腳踝的大開關 還有竹背的大開關 也有幫他按 所以那當天 他的腫就消得比較快 所以以後我們遇到這種傷口 一定要清創 就是用龍江湯清創 整個清創王再按完 腫跟癢就改善很多了 這提供給大家也是最新處理的一些案例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案例 小腿皮膚發炎 小腿皮膚發炎 十五操作影片 這個多久了 快一年了 因為之前有看過你的影片 然後我就想說自己可以試推翻 以前也有皮膚的問題 但是那時候不是像這樣子推的 但是紅腫整個會想去抓 這次這個不是想抓 這次是它就從裡面發出來 每一次發作的病情都不太一樣 它反反覆覆喔 我如果水少喝一點的話 隔天睡覺醒來 它就變得有點像這樣乾乾的 但是整個是消腫的 而且不癢不痛 那如果多喝一點水 或者是多吃一點 常常水水的東西 它就腫起來 有吃藥嗎 你不吃藥 也不服務藥 也沒有給西醫看 這樣堅持一年 你就這樣一直嘗試 你一定要用薑湯 而且只要有流出組織液 有流湯流水 不管是血液或組織液流出來 立刻擦乾淨 不能讓它結痂 像這種結痂 它循環就不好 就會記在裡面那 所以你的情況就會反覆 所以第一個記得 只要有組織液 清洗乾淨 一天可以清洗多次 最近這樣子好不好 我用濃漿湯 然後再灶那個燈 很刺激 受不了 你如果受不了 先洗乾淨 重點再洗乾淨 那洗乾淨之後 再灶 其實它不一定要很近灶 遠遠的 對 這樣應該皺得了吧 很辣 還是受不了 那受不了你就不要灶 那可以用半漿湯洗嗎 可以 但是濃漿湯效果最好 但所有一切都以你人接受 為最高原則 如果我鼓勵你 我會鼓勵用濃漿湯 那除非你受不了 那就比較淡一點 是 它現在會脹痛 跟痛 多許它不少 所以兩邊鼓勵 不要說一路做 就是 按完 然後馬上問它 下來走走看 看這樣脹痛有沒有效 這樣才能知道你的修法 人不能解症 那 解症了之後 如果不脹痛 這些傷口要用 薑湯清洗擦 我們就直接從大泰瓜 那這樣會不會傷到皮 不會 我們因為是頂去 不是在摩擦皮 但是在壓它的 壓痛點 所以應該是不會 那這裡就不會了對不對 所以它真的就是從這裡 那這個皮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要擦乾淨 反而這個把它清一清也好 因為這些皮都沒有用 而且會造成它循環不好 像你這種結痂的皮都不好 因為你沒有擦乾淨才會解症 我發現它已經開始流組織 是24小時左右的乾淨 24小時擦 隨時擦乾淨 對 你不要給它結痂 一結痂你就完了 好不了 那將來皮它會長得很薄 不會像你這樣一看 就髒髒的結痂那種樣子 那個都是不正常的 就是組織液跟血液的混合 那如果快要好轉的反應的話 是有點像粉紅色那種 應該是這個會比較 然後薄薄的像這樣薄薄的 而不是像這樣看起來髒髒的 那個都是組織液結痂的 那表示你沒有擦乾淨 好我現在這樣你再看看 不會卡了對不對 那這一邊一樣 這樣可以受得了嗎 我告訴你不會 我自己按我知道 這樣可以受得了對不對 現在可以 你看 所以不是傷口的問題 是你那個手要柔軟 這個要血 你看有沒有 那你如果這樣 這樣就不行 要這樣 現在鬆了嗎 剛剛還沒按的時候就卡卡的 現在鬆了對不對 你這裡走路會不會卡卡的 蹲的時候比較明顯 這裡也不靈活對不對 你現在再蹲會改善 你再蹲蹲看 你現在是蹲著腳蹲不下去 那這一腳我剛剛按完 是不是比較好了 我剛剛是按這一腳對不對 對 這一腳還沒按是吧 對 那這樣可以按蠻深的 那這裡 那等一下可能 你看它這個阻椎液又流出來 有沒有 這個就是要立刻擦 要不然又結痂了 這裡 你再把這裡長出來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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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到家 對 你也收在 你也收在 你花了阿喜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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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好 感覺可以 緊繃在這裡 這次不會了 不用了 我揉的是這一隻啊 對 所以你這一隻還會啊 沒有 你看看 這裡緊繃在哪裡 這裡 前面那裡 你看你正確比 那這個還是我剛剛按 換出來 好 那就繼續按 那你要忍囉 好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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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蹲啊 所以這幾下比屁股還有效 對吧 這裡脹痛也減輕了對不對 對不對 確定了對不對 比較沒那麼特色 好 你以為擦了 然後照了就會很辣 你受不了 但是當一旦大開關節開的時候 你這樣再擦 有沒有不一樣 有 沒有像剛剛很 很刺很刺 這個案例齁 就是比較特殊齁 它 這裡 已經一年了齁 一年了 反覆齁 然後 上次來 志工都按他旁邊周圍 事實上沒什麼效 他感覺沒有什麼效 那 我按臀部 竟然兩側 都沒有改善 他還是局部這裡 臟痛 然後硬硬的 他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我在這裡找到痛點 就是腳踝 這裡 沿著骨旁 我這裡也不碰 反正他這裡痛 你這裡痛對不對 對 我有沒有碰你這裡 沒有 我是碰你這裡 對不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側 兩腳都這樣 兩腳都是 以懷骨上來 那這樣按完 他這裡就 鬆了 那本來他不大人蹲 不大人蹲 我剛剛叫他測試 就人蹲 反而按屁股 他還是不大人蹲 按完這裡 就是我跟他輪流按 解鎮 他就比較人蹲了 他那個傷口我也繼續按 因為他剛好在我們的 那個大開關 所以我也是頂著按 頂著按 他不會加重 因為頂進去是深層 是在按壓痛點 跟他磨皮是無關的 對不對 應該也沒有磨到皮 不是皮的痛 但是是傷口會痛 就是傷口裡面會痛 對不對 就是壓痛點 那這樣兩側 兩腳都這樣做 我發現 這裡就解開了 然後就比較人蹲 然後他本來說 喜龍姜湯是 不大人人瘦 但我看他的樣子還好 因為在擦 按開之後再擦 然後也用 他當然也是蠟 但是經過差不多四五分鐘 他那個蠟度就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就減輕了 那表示熱源是可以進去 滲透進去 所以整個看來 現在是改善 但是我擔心的是 他還是有時候會流阻滋液 然後他結痂那種髒髒的 那種就是結痂的 那個就是沒有擦乾淨 那以後如果擦乾淨 他就不會再長成這樣 那皮膚會很好看 那這樣效果就會變好 對 好 那你加油了 他這個如果要運動 那我是鼓勵大家可以把握 對 好 這個皮膚小腿皮膚發炎 反覆已經一年了 大家也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 我發現解說的還蠻詳盡 最主要來的時候 他不大人蹲 然後腳踝上面 他覺得會卡卡的 而且會 有時候會脹脹灼熱感 然後所以燈也 熱源也進不去 那我先幫他按推臀部的時候 我發現也沒辦法解症 所以很顯然這個臀部的大開關 對他是無效 那無效他還是卡住啊 那照理 如果是腳踝以上的 應該是臀部是沒有錯 那臀部既然沒有效 那一定是要找患處 但我在想患處 不可能去隨便按吧 他是整片的 也不是像我們之前的 像硬結腫壞腫瘤之類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應該要按大開關 也就是我們腳踝的大開關 那腳踝的大開關 最主要是延伸點 往上上來的延伸點 那你才會痛 剛好腳踝對到後面 兩側都是一樣 然後再往上找 那一段都有痛點 那那一段按完之後 他兩腳都是操作都是這樣 按完之後大家也看到 腳踝就卡卡的就改善 那也在我看法 因為腳踝本來是管腳背 還有足底的 但這一次我處理的 因為往上找 就往上 剛好就在他腳踝上面的小腿 小腿前沿那裡 上障的都可以改善 那很明顯就是 腳踝如果旁開到腳踝 事實上他還是可以管理到 從這個案例中 還是對他的那個 障障的有影響 所以從這裡我也感受蠻多 就是我們說按推大開關無效的時候 在患柱找小開關 那在患柱旁邊剛好有大開關的時候 這時候我還是以大開關 這個腳踝的大開關來按 然後往上找 這一段剛好就把他的腳 那個小腿骨前沿那個髒髒的 尤其卡卡的也可以解開了 那在按的時候 因為他皮膚有一點薄薄的傷口 我認為那個是無法 我們一般說有傷口不能按 但他那個傷口幾乎就是 就是在表皮好像擦破皮一樣 我覺得不會影響我的手法 所以我就直接頂進去 然後按到深層 那一段按到壓痛點 他還是非常痛 那按完就可以解症 所以將來我的看法 就是原始點 他其實解釋得很清楚 照理腳 腳踝以上的都是臀部管 這個很明顯 這個例子是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大開關解決不了 一定要患處 患處旁邊剛好又有小開關 也大開關 腳踝的大開關的延伸點 那我會沿著這個大開關的延伸點 也就也是在骨旁吧 那一般原始點壓痛點 在骨旁找的壓痛點 都效果都特別好 我早期也都是這樣找的 所以我就直接按兩側 那個腳踝延伸點的骨旁 那痛點都有找到 兩側都一樣很痛 那按完痛就改善 所以我們在患處 真正按患處周圍找出的壓痛點 我的看法一般就是異常形態 還有組織受損 譬如異常形態像 腫瘤 硬結 腫塊 或是乳癌爆掉 那個組織已經受損很嚴重 那個才在周圍 患處的周圍 找壓痛點 那壓痛點按了 有時候組織液就會流出來 像我按他的時候 他也有旁邊 都可以看出有流出組織液 那以前他應該是不會注意到 這些細節 要立刻擦乾 就像我們前面這一個案例 我們也是這樣說 那這樣按完再把這些 留組織液的擦拭乾淨 你再溫敷 他本來說熱源是進不去的 結果按完發現熱源 剛開始是辣 但是很快幾分鐘之後 熱源就慢慢進去 他也不覺得辣 也忍忍受 那本來他是說要淡姜湯 結果我們還是用濃姜湯清洗 他也受得了 所以體傷如果沒有解開 患者會覺得更辣 你解開之後 他的忍受度就可以更大 然後本來不能照的 他也願意被照 所以這樣的恢復就會加速 那這個也提供給大家 那也讓大家了解 我現在幾乎在處理這些障痛 如果志工處理不好 我一般都會認為是 手法出問題 那我會按按看 如果按了真的像這一個 還是卡卡的一點改善也沒有 那我就知道這個才是患術體傷 那患術體傷怎麼找 他是在小腿的前沿那裡脏 但是我是按周圍 不是直接按他的脏的地方 脏的地方 卡卡的地方 那個還是屬疾病所在 我認為不應該找 應該我們都寫要找周圍 患術周圍的壓痛點 那也就是離開了這一片 然後找到腳踝旁邊 那這樣按 效果就出來了 那一般的疼痛 譬如 如果說他疼痛是在 假設這一個患者 他也沒有傷口 就是不管傷口 就是他腿是完整的 那如果按推沒有效 我還是建議 還是要在懷骨上沿找 也就是患術周圍 而不應該患術在前沿那裡 去按壓看看找壓痛點 還是要在周圍 所以以腳踝兩側 也就是不管他 那現在不再在乎 他是不是有沒有傷口 那如果臀部按完沒有效 那他是在腳踝上面 那你就沿著我們的 踝骨上沿 兩側內踝跟外踝的上沿骨旁 那去找壓痛點 應該就可以解決 那這個大小開關 之前都有講過了 這也算讓大家再複習一下 好 這個補充到這裡 內蜂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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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操作影片 這個腳這樣 別移啊 這個紅紅的 這些也沒有帶膚裡的 這個 這個平常就附件熱膚啊 便療這樣子 但是也沒有改善 晚上不能睡 就卡了 就現在就是這樣 腳痛到控不起來 對 底部會燙 不好吃 對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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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緊啊 相片 手要轉到就更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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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腳硬中 手也不太硬中 你的手有嗎 手這裡就是 這樣就有 這間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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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都在這裡是嗎? 腳底會熱 腳底也會熱 他拿到怎樣?走路慢慢的還是走路? 現在還在吃藥嗎? 是需要嗎? 有 他說什麼? 雞鹽 雞鹽等下那個腳我們再來注意 有 你不要想過腳底,你想你的腳有比較冷嗎? 有 有喔 那這樣子 我現在幫我處理腳,想要處理我的腳 過腳底還沒處理 現在走路比較好走 現在走路比較好走 對,對 比較鬆一點 比較鬆一點 對,對 我們先說它是比較寒的對不對 可是它本身的真的是靠這裡 對 我告訴你 幾癢 幾癢 它現在為什麼會怕熱呢? 在中醫 我以前我在當中醫 如果怕熱就是火氣大 但是 我從開始找人體的開關之後 我完全不這麼想 因為它就是有那個體傷 體傷就是我說的這些 腰痠背痛或是哪裡 那體傷你沒有解開 它會怕熱,有時候會怕冷,怕熱 那你一解開了,它就不會 通了就不會 通了就不會 對,對,對 而是體傷造成了它的感覺作亂 這條就對了 不能冰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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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說腳底在燙 沒有 這裡燙是嗎? 你冰敷 你冰敷 不可以 溫敷 溫敷 溫熱 你現在要聽我的嗎? 以前聽的都沒有什麼 冰敷 比較涼涼 唉唷,我現在把你抓了 你會比較困難 我們這裡來,溫敷 這裡呢 這裡會啊 它這裡痛喔 我告訴你 這裡痛的開關是在這裡 等一下我會教你 因為它幾乎很多開關都傷了 所以今天就是讓你知道 這裡管的是腳底 腳底還有這裡腳,腳這裡 還有甚至竹背 所以它這裡會痛 一樣是這裡引起的 不然你都聽這腳這裡,對嗎? 過兒子你說的 聽這個,是嗎? 現在我這樣摸會不會 我現在摸會不會 不會 比較硬 要溫敷這個才會開 它以為紅紅就要冰敷 這樣就越嚴重 因為它這裡的開關就會越來越嚴重 我現在這腳差不多 你這腳還有這邊會痛嗎? 這腳也會 這腳也會 我知道,這邊會痛嗎? 這腳也會痛嗎? 你現在是都說這裡 我給你處理這裡 不會啊 不會啊 這腳也會痛嗎? 這腳也不會啊,對嗎? 你再試試看 這樣不會啊,對嗎? 這腳也會痛嗎? 這腳也會痛嗎? 這腳也會痛 這腳也會痛嗎? 現在怎麼會痛嗎? 你沒看到嗎? 這裡會痛嗎? 會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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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以為真的有火氣大 要消炎 所以它一直吃一些寒涼藥 或是冰烏它就會越加重 到最後整個就變形也是這樣 那它這裡痛 這裡 還有腳底 好,先幫你內側再解解 你看它左腳 它套了鞋它不會叫 之前你套鞋它就沒有到 你看走太多了 好,這個內風似性關節炎 因為患者年紀滿大 有幾點要特別注意 我它趴著坐的時候 我在揉它屁股的時候 我那個力道非常輕 怕它承受不了 那暗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它 尤其像這種患者 趴著的時候 因為你看不到表情 然後它進來的時候 走路就不是很靈活 然後感覺也有一點體力衰弱了 所以趴著的時候非常危險 大家一定要記得 有些人如果不懂 你這樣從頭部一直按到臀部 然後都不去問 有時候按得出問題 你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我按它的時候 讓它趴的時間非常短 然後按完我就問 有沒有改善 確實按完都有改善 它其實 全身幾乎都有問題 那我也有 它的腰痛 我也有處理 那腰痛在 差不多在下背部那裡 有一個特別痛點 按完它腰痠就改善 那兩腿本來是不靈活 按完臀部它也比較靈活 那最主要都是 它睡覺的時候就是晚上足底熱 然後甚至內側會痛到睡不著 那它以為那個是骨頭變形 也就是它自己以為那個是肌炎 或是像我們說的 尿酸引起的痛風 那個都有紅紅種種的 他都覺得那個是在那裡骨頭在痛 我跟他講骨頭是不會痛的 所以就大家也了解 足底熱還有那個旁邊痛 足內側旁邊痛 那跟腳踝都有關 所以當腳踝按開之後 它這個就改善了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都是冰敷的 它以為 因為它痛起來都會熱熱 灼熱感 它以為就是一定要冰敷 那冰敷它就會稍微舒服一點 但也是因為這樣不斷的錯誤 所以到最後痛也沒有解決 而且他又有吃西藥 然後情況感覺不但沒有好 而且越來越嚴重 甚至一些關節都變形了 那我幫他處理完之後 他說不能冰敷 我們也幫他溫敷 他說他要冰敷 那我們是用溫敷的 那溫敷完我發現 他那天開關按開之後 他就很願意接受溫敷 而且蠻舒服 我們一溫 他很快就睡著了 所以很多患者 感覺灼熱熱 那個都是假的 不要被這個假象所蒙蔽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一路這樣做下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在談 那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那你看西医都是用寒凉药 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好 那另外他的手有问题的部分 他也是医生告诉他 要反复握前练习手的力量 要不然怕萎缩 但原始点已经很明确的提出来 就是这个手指头有问题或变形的 不能握前处理 这个动作是一定要避免的 但很可惜外面的好像附健的 好像他们都会教患者做这些动作 然后患者病情也没有改善 甚至加重 所以这些细节患者在讲的时候 我们处理上就要多注意 那这个患者其实他的这些疼痛或着热感 虽然全身都有 年纪大难免 但我发现按推他很快就可以解症 其实是不麻烦 也就是他早期因为也不了解 有什么这么更快速的方法 所以才会让这个病情拖得那么久 好 那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 我就补充到这里 附水 附水 15操作影片 附水 然后加扇气 然后全部按开 然后再按进去 现在按完 有没有伤害 一般会胀型的 做起来感觉比较严重 平常会胀 他现在是因为躺着 所以比较不容易那么胀 站起来会 只要坐起来 站起来就很严重 站起来坐起来就很严重 就感觉那个气就很饱饱了 那现在做完你再起来看看 我现在坐起来看看 好 那我们做起来 是有比较轻松一点 有比较轻松吗 是有轻松一点 但是肚子还是很大 那有还是感觉脏脏的 有比较舒服一点 感觉松 比较松一点 比较松 还有脚肿严重 脚肝气 脚肝气非常严重 现在还有一点点脏脏 差不多减轻松几层 他之前还没按 有那种宝宝满满脏脏 那种减轻松 有差一两层 那还有七八层就是 对 你在躺吧 如果按得很痛 你手握前我就看得到了 这种比较重 我手都差不多 所以这一层比较重 我要帮你看看 这样 这样 这就比较重 那这些疼的都在这里 但这里比较不痛的对不对 还是会有 用顽骨 那他的骨头旁边我把它顶进去 侧卧以前身体往前 那顶进去之后才开始 上下上下 可以吗 这个你要做 好 那如果要这样也可以 手拿这样 轻轻顶进去 身体往前就会顶进去 那我们出了这样就很疼 这样就能打开 回去一定要顶自己 不然你时间这么短才来一段 他又奔回来了 因为他现在负水蛮严重 你自己要帮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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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只要你不超过 我刚刚讲的 把握一个颜值轻松 痛掉三秒钟 立刻换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 然后你看 我这样让他常常痛 但是我最后会问他 只要你还能接受 他说可以 那就代表 我让他 等一下我马上跳过 不会让他附带太重 那整理来讲 就只有好处 所以随时注意他 不能让他痛太久 痛太久他会消耗热 他稍微他可以承受 就好像稍微运动一样 他就不会有什么超过 这个 早就应该要好好这样修 真的 你不怕他推开 然后他又没有运动 然后又做错误的 他肯定夹走 然后骨头不能痛 是在骨头的旁边 你看骨头在这里 你看骨头一直穿 这样就可以按进去了 其实如果揉的 可以慢慢伸进去 他那个舒服度 就会越来越增加 如果越表层 他的舒服度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刚刚听他只有一两层 那这样显然还不够 还是可以再稍微按进去 他痛是难免的 但是不能让他痛太久 因为怕他没体力 所以为什么 这个就是经验 我说痛点 他痛过前了 我注意到我就三秒钟 这样三秒痛一次 这样了解吗 不能让他痛太久 那他这里就开始休息 他又在开始感觉心的痛 好 那心的痛你看他又握紧了 好 那这个也不能停留太久 我再往 这样 这样 不至于伤到 你也不会伤到 因为你换来很前 手也没有固定一个姿势 这样就可以按很久 那你看我随时在观察 他传递的信息 但我这样有一个好处 我知道他痛就有效 痛就有效 就能解症 如果都没有痛这样 这样 那没有痛就没有效 症就不能解决 是这样 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了 温敷又比较舒服 对对对 没有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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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到了 现在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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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有三成了 三成了 刚刚一成 现在变三成了 对一成两成 现在有三成了 这样已经两个人流汗 如果要到五成 可能要好几个轮流 所以按理不容易 所以我说你女儿要学 但就是那个他经验还不足 如果太大理解要跟他讲 那这样一天按个两三次 他会改善 然后有空就多走走 因为你不走这个消不了 我以前有走很久 但是后来这个三气越来越严重 不太能走 对 三气的部分也是照刚刚志工这样讲 那你还是要运动 不运动真的代谢功能变差 以后问题更大 好 那就加强温富吧 其实他老实讲 现在已经严重了 简单讲如果严判 他已经写相告密 有这种味道 所以要很耐心的照顾 你知道我那边讲很多 我就是告诉他们 就是你现在很关键 可能会好 也可能会降下去 但要好 一定是要大家努力 你光你也不行 光我也不行 还要他们来帮你按 你自己也要 这样才有可能 所以那一天 我跟你讲很清楚 这个叫命违了 就是讲白的就是命违 那什么叫命违 就是对生命已经很危急了 很有威胁 所以是一个很关键情 他可能会好转 也可能会怎么样 下降 也就是这个时间不努力照顾 以后你们想照顾 机会就很难 但照顾得好 他会很舒服 然后甚至会慢慢恢复 他现在是已经代谢功能变差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他运 不要激烈运动 他也不可能激烈运动 就是以他人 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 记者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去运动 不要过量 一过量他没有体力他就倒了 你让他吃这些都比 我说的什么大补完什么都还要好 对你现在是最有办法 那灌潮是对的 要不我先帮你涂姜粉泥再按 这样应该他会比较舒服 涂姜粉泥 可是包起来了不是比较难 涂姜粉也先不包 就按完再包 这样也是一个包法 张医师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姜粉涂下去了 最近涂姜粉以后 肚皮又发痒起疹枝 那个是怎么会这样 如果会起疹枝 就是那个姜粉泥没有涂肝 有时候一包 他甚至皮肤会出汗 然后他就会起疹枝 所以像如果有起疹枝 会痒 尽量就 我说就不包也没关系 了解我这样 包起来他会密 但是密因为他会流汗 然后流汗他就起疹枕 所以我一直交代你们 里面他如果会痒 就是一定要塞 就是那个纸巾 你包的时候他稍有一点汗 他就可以吸走 啊你们看 那个纸巾湿湿的 马上把它换掉 没有我现在就是想涂姜粉 立刻 全身都要抹的 对 嗯对啊 所以要有专人照顾 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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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啊 所以要有专人照顾 它会越做越好 那你也自己要加油 大家各方面配合 所以牛奶跟牛奶配合 尽量少喝 喝还是吃姜碗 然后喝姜汤 不要再考虑维他命ABCD了 也不要考虑蛋白质 那个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 以温热性食物为主 你现在在感觉你那个嘴巴 看口干那个感觉 现在 就有精益了 已经有精益了 嘴巴有精益 不会那么干了对不对 对 对 所以他不是真正口渴 他有精益 如果你误以为口干一直喝水 他那个负水就会严重 好 那我们再来做补充说明 那个负水 他情况其实蛮严重 那一般实际的操作 你们看到我在按的时候 事实上之前已经有温敷过 然后还有志工已经帮他按了 差不多有三四十分钟了 而且都是很慢的 慢慢按 刚开始还不敢用手肘之类的 他慢慢轻轻推他就很痛 然后他经过志工慢慢帮他按了三四十分钟之后 然后也温敷过了之后 那我再接手再帮他按 那这时候就可以 按的稍微深沉一点 那痛点还是蛮多的 那这样反复我也差不多按了有半个小时 也就是这个患者光按堆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 那这样他才感觉三到四成的改善 那患者第一次按完 第二次隔一个礼拜来 他有说按完回去他蛮舒服的 舒服了差不多有三天左右 那后来没有按 没有人帮他按 他再来的时候前三天就开始都觉得肚子很脏 所以我就是要求他们家属一定要每天 帮他这样轻轻的按 一定有效 那这个附水因为情况还蛮严重 还有三气 然后现在走路体力也比较不如前了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讯号 那这个我也跟他讲 命违就是有可能好 也可能一下子变换 那不努力肯定是没有机会 他努力也不能只有一个努力 要全家人一起努力 这样大家来照顾才有希望 那我希望说在大家的努力下 这么危急的患者 看能不能慢慢体力恢复 好 那这个患者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原始点 八 原始点 原始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 狭义是指原始点位置 就狭义而言 原始点的一条脊椎 于七处位于身体一系列固定部位 各涵盖特定范围 共同作用于全身 在这些部位 经按推找到的压痛点 称为原始痛点 按推原始痛点 之所以有助于解除症状 固然与压痛点 是代表疾病的提伤位置 及致病的大开关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 原始点 大多紧邻 其涵盖范围上方的骨旁 有利于传导 且距离换处很近 可是疗效更为显著 故原始点 既是疾病的起源处 也是治病的总开关 因因如此 通过一条脊椎 即七处找出压痛点按推 配合热源温脂 其可在其影响范围内 快速解除 踏出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 或无形 以达到致乙病 或致未病的目的 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已病 或未病之提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其中按推属医疗 热源属保健 分辨提伤位置 则属诊断 由此可见 原始点之实践 不仅已具备 诊断与治疗的实质 还可是诊疗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所以就广义而言 原始点是指一门医学 今天的主要要来介绍 我们的原始点 那原始点的研发 大家都知道了 过去都有谈到 就是从患者身上 这样不断地找开关 这样前后发了五年 才找出来的 那原始点 一开始是指位置 但在应用上 它越来越广泛 发现它不但可以解症 然后配合热源 很多病就可以改 甚至一些疑难杂症 也可以解决 然后到最后发现按推 可以看有效无效 来加以分辨 体伤位置 到底是属于他处还是患处 所以原始点进一步 又发展到诊断来 而且最后又跟诊断跟治疗合在一起 那因为它有诊断功能 所以我们自卫病 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 譬如一条脊椎七处 如果你担心 你将来老人痴呆 或脑中风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 在头部的位置 找出压痛点 也就是在总开关 我们的总开关 找出压痛点是大开关 找出来之后 你再把这个体伤解决了 那这个就可以达到治疑病 所以原始点 它是这样慢慢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 我们来看原文 原始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 狭义就是指原始点位置 那一开始是 当然就是从位置开始找 为了找一条脊椎七处 确实花了很多功夫 那也是因为找出来之后 发现原来全身的开关 虽然很多 但真正能够涵盖全身范围的 其实一条脊椎 及七处就可以了 而每一处 它涵盖范围都有固定 那也是因为这样 那全身就可以分成 一条脊椎七处来管理它 那在这些位置上 你只要找出特别的压痛点 我们就称为原始痛点 好 我们看下面 那我们来讲原理 它在应用上 按推原始痛点 为什么会这么有效呢 可以解除症状 当然跟压痛点有关 压痛点我们后面会讲 像孙思苗也有阿斯线 那个原理是相同 那压痛点在诊断与治疗 也有提到 它是代表体伤位置 这个很重要 如果它是在一条脊椎及七处 那这个叫做他处体伤 那如果压痛点 是在患处周围找到的压痛点 我们称为患处痛点 是属于小开关 所以它是体伤的位置 代表你在一条脊椎七处 叫他处体伤 在患处周围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患处体伤 又称小开关 那很明显的压痛点 很显然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开关 也代表是疾病的体伤位置 好 那在压痛点 孙思苗也有阿斯线啊 那压痛点跟阿斯线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最大的不一样是 这个压痛点是在原始点位置 找到的特别有效 也就是这个才能称为大开关 离开了原始点之外 就不叫大开关 很显然 这个压痛点之所以会变成为大开关 而这么有效 是因为它位置在原始点 好 那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来看 所以下面这一句话就 但更重要的是原始点 那原始点为什么会在它的位置上 找出来的会特别有效呢 因为原始点 大多紧凝其涵盖范围上方的骨盘 这一句怎么解释呢 比如说我们手指头 那往上找 就是手背 那个总开 原始点 总开关就是在原始点里 原始点 再找到压痛点 那这个 就更有效 好 那 我们手指头往上找 就是手背 那同样手背到手肘 往上找 刚好它的 总开关就是在 我们的那个手肘的部位 那很明显 这样找 我们就很快可以 找到我们要 而且不用寄 那因为它跟患处很接近 它就是你在这个范围的上方 就可以找得到 寄好寄 然后又可以解释 它为什么那么有效 有利于传导 它都是在上面找 那按了 它就可以往上 由上往下传导下来 所以才会 有这么对症状有帮助 而且它距离 患处又很近 几乎是涵盖范围的上方 所以因为距离近 可使疗效更为显著 所以原始点 可以说是疾病的起源处 也可说是治病的总开关 那很显然的 原始点是总开关 那在总开关 找出来的压痛点 就是我们要的大开关 那就更精细了 那这样它的治疗范围 效果就更好 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这里就结论上面的 也因为这样 我们通过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然后配合热源温支 这个在原始点 诊断与治疗都有讲 原始点的按推 一定要配合热源 因为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 同样热能不足 也会影响体伤 所以在处理上按推解除体伤 还要配合热源温支 效果才会加速 那这样配合之后 因为按推原始痛点 它有固定的影响范围 在它影响范围内 就可以解除他住体伤 使疾病 在如果有疾病的话 就可以使疾病消灭一瞬间 那如果没有疾病呢 你从那个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的压痛点按推 一样把这个体伤解决了 也可以使疾病消灭于无形 这样说来 不管有病无病 它都能治疗 然后达到治疑病 及治疑病的目的 当然治疑病 我们包括阿四蟹 或金沃蟹味 这些都有办法 但是他们能不能治疑病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治疑病还是原始点的 一个很大的特色 然后另外就是下面讲 它还带有诊断 我们再来看下面 而且在治疗按推的过程中 又可分辨已病或未病的体伤位置 因为我们按推有效 那这个按推的地方 那个压痛点 就知道它是他处体伤 那按推没有效就知道 这个不是他处体伤 它疾病一定是在患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诊断出 到底要从他处或患处下手 达到诊断的目的 所以它这样看来 按推本身是医疗 然后热源是保健 再加上分辨体伤位置 是属诊断 那我们知道 医学一定要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要包括医疗与保健 那从这里来看 实际上原始点光按推 它就有医疗功效 还有变体伤位置也有诊断 如果再能配合热源 那医疗跟保健又结合在一起 那它已经是完整的一个医学的架构 我们再看下面 所以这里就在谈这些 我刚刚解释的 那这么来讲 它原始点的应用就慢慢 也是因为由这样开始找位置 到最后发展成治疗 到最后又进一步发展成诊断 所以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医学的 所有的要素 所以就广义而言 我们可以说原始点 就是指一门医学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解释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 就结构而言 身体是由各种组织 器官组合而成 组织包括肌肉 肌肩 韧带 筋 血管 血液 神经 骨头等等 器官包括 心 肝 肺 肾 肾 小肠 胆 胃 大肠 膀胱 子宫 乳房 眼 耳 鼻 脑 等等 所有这些组织 与器官的运作 相辅相成 在热能的推动 即空气 食物 水等重源的辅助下 共同维持着 这个生命体 当这种相互依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 受到伤身致病之源的破坏 就会造成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导致疾病症状 这一段我们从结构而言就是从西医的解剥学 也可以这么说 那身体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组合而成 什么是属于组织呢 这是都照西医的解说 这个就不再解释 那器官这里也多 也有罗列很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看下一段 那所有这些组织器官的运作 他彼此是相辅相成 单一的组织不可能自己运作 一定要还有器官 同样器官 比如心肝脾肺肾 他彼此之间也都要互相帮忙 也不可能说独自就能运作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是在这种相辅相成的情况下 然后光这些组织器官运作 背后还要有一个动力去推动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热能 简单讲 组织器官如果像一般的设备 他要这些设备要运作 后面一定要有插电 要有电力 那热能就是电力 那组织器官就是这些设备 那有了正常的运作 还有热能 还要怎么样 因为生命 要维持住 还要有空气 你看他在运作 所以外面的炎也很重要 一个人当鼻子 嘴巴不吸气 不吐气 那这样人憋多久 没有几分钟人就差不多了 就挂了 所以可见这个生命也是不能 外 也就是排除这些外延 不可能的 那这些外延比如空气 还有食物 我们不吃食物 比如说早上听课 那听一听 你什么都不做 到了中午你自己肚子就饿了 身体就会反应 哎呀我热能不足了 要补充食物 还要有食物 生命才能维持下去 还有水 所以生命要维持 不止你看你自己的运作 要正常以外 还要有外延 那这些外延指的 当然空气食物水 这些都是很最基本的 也就是在这些 这么多的重研的辅助下 然后这个生命才能够维持住 也就是简单讲 我们探导生命一定要考虑到的 不只是我们身体本身 还要考虑到环境的 所以当这种相互依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 受到伤身之病之炎的破坏 就会造成体相及热能不足 从而导致疾病症状 我们知道这些伤身之病之炎 也有可能来自于环境 比如像新冠病毒这种传染 就来自于外来的环境 那如果我们不注意一感染 身体就会受它的影响 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甚至你会严重消耗热能 那电力也不够 推动组织器官要维持正常运作 就更困难 所以很多疾病就会产生 同样你身体没有保 就是照顾好 当然也会身体 也会生病 比如你平常都不运动 然后耗怒 然后情绪起伏太大 然后又作息又不好 常常熬夜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当然电力就不够了 也就热能一定就不足了 那这样久而久之 身体就会产生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它有可能来自于外面 也有可能自己本身没有照顾好 就慢慢形成 那当然外来的蛮多了 也不只是病毒 有可能车祸啊 或自己不小心摔伤啊 这些都会 那简单的讲 我们人伤身治病之眼 这些会伤害我们身体 尽量人避开 尽量避开 那这样我们身体才会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那么体伤及热能不足 为何会导致疾病 究其原因 比如痛症的产生 需以借由神经传导 而要维持神经的传导功能 不仅需有血液滋润 血管 肌肉 骨头等组织 也要加入 即便如此 如果心脏不跳 神经仍不能传导 以此类推 还要有各种器官的参与 而所有这些组织 与器官的运作 则需靠热能来推动 故身体正常运作 必无痛症 可是一旦有运作失调的体伤 或能量不足 以供应正常运作的热能 不足发生 就有可能导致痛症 反观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 不但不同于体伤 及热能不足 而且还是由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是果 而非因 正因如此 治疗疾病 必须顾及全身的运作 不能只从组织器官的异常 我受损下手 这一段就进一步再来探讨 那为什么体伤 也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或个人不足 也就是电力不够 去维持这些设备的正常运作 就会产生问题呢 身体也是这样 如果你有体伤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或是你热能根本不够 然后也不能维持组织器官运作 那这样都会导致疾病 那我们就来探讨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这里是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疼痛好了 那疼痛它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知道疼痛 你会感觉疼痛 一定要借由神经传导 如果你神经不能传导 你根本人都麻痹了 你怎么还会有痛症 所以你看手术 它会打麻醉剂 让你感觉迟钝了 神经虽然有传导 感觉迟钝了 你那个痛虽然有 但就不会那么明显 但正常的人 只要有神经维持着这样的运作 只要还在运作 那只要一失调 它就会发出讯号 痛症就是其中的一个讯号 所以痛症的产生 必须要借由神经传导 那神经它独自能传导吗 也不可能 它如果血液没有滋认到血管 神经 也就是血液没有滋认神经 它也不能发挥 所以还要有血液滋认 那血液呢 它要去滋认神经 血液还要有血管 要不然 血液事件到处乱跑 那你也不可能都 神经都能够自认到 所以还要有血管 肌肉 骨头的加入 骨头 就是一个人体的结构 你没有骨头 你就算一团肉球 你也无法传导 所以很明显 这些组织 它是彼此相辅相成的 互相作用 那所以这些组织 都要加入才可以 那有了组织 这些彼此相辅相成 互相依存的运作关系 就能够维持吗 还不行 最后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器官的加入 我们来看看 如果心脏不跳 它能够运作吗 我常常问 就是以前讲课都会问 我问那些观听众 我说眼睛能看吗 他就说当然可以看 一般人直觉是这样 如果眼睛能看 我就说那死人也有眼睛 那为什么死人看不到 可见 眼睛你还是要有怎么样 还要有刚刚我讲的 要有神经的传导 血管的滋忍 这些 那同样的 你有了这些组织 那患者心脏不跳了 也就骤停了 那这些组织器官还能运作吗 同样也不行 所以光组织是不够的 还要有器官的加入 那心脏不跳就不行 那难道心肝脾肺肾 如果不运作 心脏能够独跳吗 也不行 器官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这样看好 各种器官也要参与 所以我们说组织跟器官 他们彼此是要互相依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啊 这个关系一定是这样 好 那有了组织跟器官 你眼睛才可以看得到 你身体的功能才可以发挥 如果没有那这些都不行 那这些组织器官都参与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 就是后面还要有一股动力 去推动它 也许我们说的是热能 那中医可能说的是 去血去推动 这些组织器官运作 那不管 讲的 虽然不一样 但都有一个共识 这些组织器官 它本身是不能自己运作 它是还要有靠 一个推动力 那原始点 的解释 就是热能 这个热能非常重要 所以所有这些组织器官 最后要靠热能来推动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结论 也就是 身体 如果维持正常运作 那正常运作就是 有热能去推动它 它身体组织器官也运作 都完全顺畅 也就是没有体伤 那在中医可能就是 正气也足 正气足 血也不可干 所以维持正常运作 那这样就不会生病 所以这里的结论也是这样 身体组织器官运作正常 那必无痛症 可是一旦组织器官 如果运作失调 有了体伤 或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不够 不足以 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那这样 有了这种热能不足的情况发生 那我们就可能导致痛症 所以痛症它一定是 我们 器官组织 运作失调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能量不够 不能维持正常运作 所以才会导致痛症 那如果热能完全没有 那当然都停止了 那不要说是痛症 根本就没有反应 人就可能往生了 就是死人了 好那很明显 痛症的产生 很从这个整个解剥 还有互相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疾病的产生一定要有运作失调 它运作失调又要考虑到可能是电力不够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才说 那个痛症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当然痛症也不例外 这一点跟中医的讲法是比较一致的 中医也是说 他们在讨论 像心肝脾肺肾 他们相生相克 彼此互为影响 这些中医也都有提到 不可能单独的一个丈夫 跟其他不相干的 而他能正常运作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整体观来看 中医跟原始点这一点是比较一样 那西医就不一样 西医他们常常说 检查出来局部的 他们就认为是疾病之因 而不是用整体观来看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们来看西医检查 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 异常包括异常指数 各种异常的指数 还有组织受损 这些在疾病与衰老都有讲 异常除了包括异常指数 还有异常指数 异常指数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血糖过 那个还有血脂肪过高 这一类的 那组织受损包括 肌腱断裂 脑出血 胃出血 溃疾 沾黏 发炎之类 这些都属于组织受损 但是西医会用局部的 就说这个是疾病之因 显然他不是 他既非体伤 也非热能不足 所以根本不是疾病之因 很显然这些检查出来 是果 而且果局部的 要来谈疾病 这个是有欠缺的 我们说各种组织器官 都是互为影响 后面还要有热能 这些运作失调下 才有可能产生疾病 怎么会是单一 你照出来的一个数据 或是一个异常形态 就会产生呢 甚至这些组织受损 本身也是属果 也不会导致疾病 果不生果 前面这些都已经讲 所以是果而非因 所以正因如此 从整体来看 治疗疾病也必须要 顾及全身的运作 而不能只有以仪器检查 那种比较狭隘的 然后维系的 这种检查出来的 这种很维系的 来说是疾病之因 那个是不对的 而且这样常常很多疾病就治不好 这也是目前西医面临的困境 那这些我们前面都已经讲了 所以从整体观来讲 我认为这才符合人体啊 但西医越研究越细 反而走进死胡同 那这一段 我们也说反观仪器检查出来 就已经代表仪器检查 它看不到整体 也就是见术不见灵啊 有这种味道 那这样对我们处理疾病 是有一点走偏了 有走偏的味道 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段 有疾病 必有体伤 原始点通过按推 其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能激发体内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作用 指其所影响范围的自愈力 修复力增强 进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踏出体伤 所致之病症 此正与中医阿氏学疗效显著的原理相通 并与针簇学位产生真感 获得疗效的原因 异相仿佛 由于按推原始通点的疗效 会随距离幻处 越远越减 甚至消失 因此 致病必须按推幻处 向对应之原始通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应旧经在患处周围 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 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 修复力 如此 才能弥补 按推原始痛点 致力有未代 从而达到解除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但因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难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所以 若要达到 有病 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无病 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仍需结合外内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才行 好 我们来解释这一段 我们说 有疾病 疾病是属果 那有果必有因 一定可以找到疾病之因 那疾病之因前面也有讲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你有疾病 一定可以找到体伤 也就是压痛点 那原始点通过按推其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也就是在他一条脊椎脊七处的位置 找到压痛点之后 按推 那按推之后 他会刺激啊 因为压痛点一按 就是啊 很痛啊 那很痛 我们前面就解释了 这个痛是由神经来传导 也要有血液来滋认 所以各种组织都要参与 然后最后包括心脏 各种器官也要参与 然后也会带动热能 来推动他 热能来推动这些组织器官 这样也就是他按推影响 我们前面有讲 每一处的原始点 他都有按影响一个固定范围 那你按推下去 这个范围的运作就会加强了 所以他会使其影响范围的 致抑力跟修复力增强 那在加速运作的过程中 他就可以进一步来改善 我们组织器官运作 修复体伤来达到 解除他处体伤所致致病症 而且这样按下去 那个解除病症是很快的 我们如果说 比如说你手腕痛 你在手肘开关找到 压痛点 那这样一按一般都是一两分钟内 就可以把手腕改善 原始点那个速度是非常快速 在现有的医疗中 你看这样一两分钟就能解决 应该是没有这么快速的医学 医学应该我认为 很难做到一两分钟内解决 那原始点确实有这样的 如果是属他处体伤 那这也是 为什么那个孙思苗 一直说压痛点 也就是阿世蟹 比十四经络的蟹味 更为有效 确实压痛点 它一刺激了 整个组织器官跟热能 都被带动起来 那修污力就特别强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那这里就开始来讲 我们刚刚讲阿世蟹 阿世蟹眼里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找阿世蟹 就是压得特别痛 因为那个痛 它就会带动各种组织器官运作 然后最后热能也会被带动上来 然后加速循环 所以就能加速修复体伤 它的原理也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 以这个阿世蟹 疗效显著的原理相通 那同样的 针刺蟹味 产生针感 获得疗效的原因 异相仿佛 因为蟹味虽然不是阿世蟹 阿世蟹是根本不用拿针 拿针刺 你只要一压就痛 那你看 针刺 针刺哪个部位 不要说穴位 任何扎的地方都会刺痛 所以 一般患者老实讲 我认为接受度 会比按推的接受度还要低 这也是在我之前 就是在开诊所的时候 我会针刺 也会帮人家按推 我常常问患者 你喜欢按推还是喜欢针刺 大部分的患者 绝大部分都喜欢按推 而不喜欢针 哪一个人喜欢针去刺你的肉 想也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的医学针刺穴位 它其实原理 为什么要针到让你痛 就是针刺穴位产生针感 什么叫针感 就是酸麻脏痛 这些都是属于针感 如果你扎下去 然后软绵绵的像豆腐 患者也没什么感觉 那这个就没有针感 没有针感就没有疗效 这样说来 原来针刺就是要有产生 这些酸麻脏的一些感觉 才有效 那不就是跟阿斯蟹的原理是一样 阿斯蟹是真正找到 压了就会痛 但穴位 因为它没有压阿斯蟹 所以只好借针 然后来靠一些 比如说提针 提擦 有时候把针提起来 又擦进去 提擦还有靠粘转 来产生这些刺激跟针感 然后来达到有效 所以这样现在来看 中医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为什么要有一些针刺的手法 就是增加刺激感 但不要太迷信说 有什么手法 有什么偷天良 烧山火 这一类的 倒也不可以想太多 它只是一个刺激 刺激了之后 那个我们组织器官 就会加速运作 那我想拍打的原理也是一样 拍打的原理也是 产生一些痛 然后让循环 局部的循环加速 但这些同样的都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医疗与保健讲的 你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疾病之因 乱差也不行的 甚至身体虚的 你真是穴位有时候也会晕增 有些人体力比较虚的 就会倒下去 那同样拍打你如果不懂方法 然后再换处就拍打 我们说有时候眼睛痛 你拍打眼睛 甚至你拍打到成熊猫眼 你的眼睛痛还是好不了 所以都是一样要找到疾病之因 重点是在这样才有效 所以阿四蟹孙思藐视 在患处 避开患处往上找到 压 压下去就会特别痛的 这个就有效 那中医因为蟹位已经固定 他不用确定阿四蟹 所以他只好拿针怎么样 来靠针法提差 粘转来达到针感 酸脏麻 这些感觉出来 拿来获得疗效 那这个原理 其实现在来看 都是相通或是相类似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这样了解了之后 那按堆原始痛点 当然比阿四蟹 我前面已经讲 一定会更有效 理由很简单 压痛点就是阿四蟹 然后压痛点 又刚好是在总开关 也就是疾病起源处 的总开关 那当然就更有效 好 那我们就 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进一步来讲 这个压痛点 如果随着距离患处越远越减 就会越来越弱 然后指质消失到最后疗效都没有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手指马 那应该按手背 结果你按到手肘 虽然手肘开关按下去 也手指马 也会有效 但效果就不如手背部 的开关有效 那如果你又按到肩部原始点 对手马有没有效 有些还是有效 他会 作用到手肘 又作用到手背部 而达到手指 还是有一点点效 但你如果再 往上 找头部原始点 你再按 可能手指马 就改善不了 可见 那个压痛点 如果离开患处越远 它疗效就会越减 那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按推原始痛点 无效 就属患处体伤 反而要去患处周围 更近的地方 找压痛点来解决 那就这个道理就 不言可疑了 但记得患处周围 找出的压痛点 是属小开关 我们看下面 他是不能独立存在 他一定要是 大开关按推之后 没有效果 他才可以使用 所以简单的讲 他就是 可以提升局部的 致意力修复力 来加强原始痛点 的力有未代 如此而已 这样才能达到解决疾病 好有了这个概念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原始点事实上 比阿四穴已经更进步 为什么 因为阿四穴 他也没有 是在他处 跟患处的概念 也就是阿四穴如果是在我们的原始点位置找到 那显然这个阿四穴 他作用的范围就蛮明显的 但如果是在患处周围找到的小开关 那他作用只有解决患处而已 那在原始点找到的 他可以影响的是立体式成片区的 这个是不可同日而遇的 但很明显阿四穴没有谈到那么深入 这也是原始点慢慢一路这样研发出来 才可以研发到 原来生理的阿四穴其实是很多的 也不是这么难找 但他都有固定位置 比如我说手指马 你可能在手背部 手背部一定有压痛点 在手肘你也可能找得到 在肩部也可能找得到 很奇怪 有些但只要你找到 就对手指马会有一点点效 但离开越远就越少 那可以想见阿四穴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好像很多地方都很难找 事实上他还有分 大开关跟小开关 阿光阿四穴就有这样分 但我相信孙思苗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想象到 这也是为什么原始痛点最后可以发展到 诊断跟治疗合而为一 按推的过程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可以变体伤位置的理由 那生次穴位就在孙思苗因为他的比较中就觉得又比阿四穴的效果更差了 因为他不是去找压痛点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压痛点它是体伤的位置 也就是他真正是疾病的起源处 如果以原始痛点来看疾病的起源处 如果你一般你就把穴位固定 而且穴位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人眼睛痛他会扎手 哇他手跟眼睛差那么远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眼睛痛 我们是按推头部原始点 绝对不会去扎手 也不会去扎脚 手脚都这么远 但中医会 那为什么还会有效 因为 他还是会传导 但是他传导过来 已经力量减弱 所以他必须要靠 针刺穴位提差连 连转来刺激增感 来获得疗效 这样才可以提升 但毕竟不管怎么样来 用这些手法 我认为还是不如再就近按 所以中医来看 经络穴位确实 那个观念 没有像阿四穴那么放心 那如果大家又不知道 好像一个病远处也可以扎 近处也可以扎 但你的标准在哪里 这个中医可能还要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那这里我就稍微点到而已 那在后面 我们会有讲 下一堂会讲到 经络穴位 阿四穴 还有原始痛点 这三者的比较 那这个就会讲得更清楚 今天我就暂时点到为止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按推我们知道都是属于医疗 那原始点按推原始痛点 如果没有立即改善的话 那就要在患处周围 找压痛点 但不管你是原始痛点或患处痛点 你都不可能靠按推来改善热能不足 这个是达不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热云 那热能改善了你体力才会增强 所以这样才能够达到 有病可保命及疗医疾病 无病可抗扰征受 预防疾病 我们举刚刚 我们一开头就放的 像附水好了 附水 你即便按推原始痛点 你再怎么按 它热能不足会改善吗 不可能 而且甚至还会消耗热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 温敷 温敷完才按推 这一部分一定要记得 像附水 一定要先温敷 然后温敷按推完 你要再涂姜本离也可以 或是涂完姜本离再按推也可以 但温敷这个动作一定要先做 它也有我们重病处理 就是一边照远头外线 或是电热器一边涂姜本离 然后涂完三遍之后再按推 按推完再用保鲜膜包裹 这样也可以 反正重病一定是先热源为主 就是了 然后再配合按推 可见你光只有按推 所以你不能改善热能不足 那怎么能够保命 像这种已经命违的 你是不可能做到 所以这一点 在做原始点 特别强调 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始点 它的按推跟外面热源 是不可能分开的 常常是结合在一起 那也因为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有病就可以 即便是比较危急的病 你都可以经过这样的处理 让患者立刻改善 起码像命违的 我相信像这种命违附水 已经这么脏了 它跑中医 中医真的能够让它 立刻改善吗 这个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然后一下子让它处理完之后 让它减轻三四层 哪一家中医诊所可以做到 或中医医院可以做到 我看是很难 我自己当过中医师 我也知道 好 不要说中医 像这么附水已经很严重了 它去西医 真的能够搞一两个小时 让它输入三四层 而且完全是让它 就是完全没有破坏性 伤害性 然后让它自己身体感觉很舒服的 而且我说过了 第一天我处理完之后 它回来跟我讲 前两三天都还蛮舒服的 我处理完 那个舒服度都还可以持续到 两三天 这真的已经算很不容易 但这些是靠按推做来的吗 肯定不是 所以这也就是原始 按推原始痛点跟患速痛点 有了医疗还要强调保健 那西医就跟不用谈 西医是没有热人的概念 也就是没有保健的手法跟处理方法 所以他们比较强调在医疗上 所以到重病的时候 反而我认为中医跟原始点 尤其原始点应该更值得推荐 所以这里就讲 为什么原始点更值得推荐 因为原始点 按推跟外内热源是完全结合的 而且还有其他保健方法 其他保健方法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在日常生活中还要配合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这几项原始点非常重视 那这些配合了外内热源 当然热源也牵扯到饮食种种 怎么保暖这些 如果都能做到 然后患者也能够配合 即便命违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 只是要很努力就是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我看时间也快到了 那我们就提早下课 因为下一堂就还要讲三者的比较 就是经络穴位 原始痛点还有阿四穴 这三者的比较 那我们就留待下一堂再谈吧 今天就提早下课 好 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老师 好 各位再见了